本案例将为同学们介绍一下 怎样安装惠瑞4SketchUp这一款插件 首先我们打开这一款安装的文件包 双击这个图标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我们点击是 点击下一步 同意选项 然后我们查找我们安装的SketchUp 8.0的文件目录下面 8.0点击确定 点击下一步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款软件安装到SketchUp 8.0的文件下面了 好的 最后我们可以点击完成 这样我们就完成好了 SketchUp的微锐的安装 好 我们这里呢 可以点击开启简体中文版 好的 好 点击应用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完成了 好 实在呢就为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好的 从本章节开始呢 我们将为同学们讲解一下 怎样用微锐 Forsketch去渲染一个室外的这种案例 这里呢我们先要讲讲解一下 建筑室外的一个表现思路 在建筑日景场景曝光中呢 常常是以太阳光为主要光源 这样呢 省去了许多计算灯光的这种时间 这样呢 渲染速度会比较快 本案例呢就是以一个表达建筑形体为主 而选择了一个室外的太阳光为主要的光源 在渲染前的准备呢 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下正反面 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一块单色显示模式 显示一下正反面 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调整 将面翻转 这样调整呢 来把正反面调整过来 好的 接着呢我们来确定一下 整个场景的一个视图 这里呢我们可以用旋转工具呢 旋转一个比较 大概比较好的视图 接着呢我们用相机两点透视 来确定整个的这一块视图 好的 我们这一块呢 调整一下 好的 这里然后呢我们点击相机两点透视 来最终确定一下视图 来最终确定一下视图的大小 这里我们再调整一下 好的 然后呢我们打开页面管理器 这里添加一个页面 将此页面保存下来 好的 完成这一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威瑞的这一块渲染器 装了威瑞的 都有这一款 威瑞的这种 提前的这一块面板 这里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块带M的这个按钮呢 是打开威瑞的材质编辑器 然后这一块带O呢 是打开威瑞的渲染设置面板 接着呢是R也就是Render 就是指开始渲染 这个问号呢只是在线帮助 这个F呢是打开增缓存窗口 接着这一个是圆球是一个点光源 接着后面是面光源 以及聚光灯和光域网 这个呢是威瑞提供的一个球体 和一个威瑞的一个平面 无线也就是一个无线的一个平面 最后呢是一个帮助的一个网络 网络顶圈网站 好接着呢我们再设置一下材质 以及曝光前的准备 首先呢我们打开一下威瑞的 渲染设置面板 也就是这个O 接着呢我们可以将 拳击开关打开 勾选掉这一块反射以及折射 这样能加快渲染的速度 并将覆盖材质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160x160x160的这个RGB的模式 接着呢我们将 这一块 图像采样器呢我们可以 设置为固定比率 以及勾选掉这种抗锯齿的功能 后面呢我们再用 孟德卡罗的采样器呢可以将最少采样设为 一刹 接着是颜色的映射 我们可以选择为指数的曝光控制 接着是发光贴图 发光贴图我们可以设为 -5和-3 采样值呢我们设为20 半球细分是50 最后呢灯光缓存我们设为500 这样呢一个 参数呢是一个 测试渲染的参数 接着呢我们 将这一块的旋转 然后呢我们 为大家讲解一下怎样去调整一下这种 材质 这里材质呢我们就选取几个一两个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这个 鱼林版的材质凹凸材质 以及这一个反射的logo材质 其他的材质呢请同学们参考配套用书 好的我们打开 微锐的这个材质编辑器 然后呢点选这个鱼林版的材质 我们再打开材质呢 这一块呢会自动跳 跳到这个鱼林版的材质 方便我们的选择 接着呢 我们把凹凸值 设置一下 我们首先呢把这一块 材质呢 入镜拷贝一下 然后呢 拷质到下面的凹凸贴图 这里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位图 好的 然后呢把位图的坐标呢 粘贴过来 也就这一块 Ctrl V 点击OK 然后呢我们把凹凸直射为5 然后我们再预览一下 好的 现在呢就有一个凹凸的感觉了 好 这个凹凸的材质呢就设置在这里 接着呢我们再设置一下logo的这个材质 我们点选logo 然后呢它会自动跳过来 好 我们要为其呢增加一个反射层 点击右键 创建材质 添加一个反射 接着呢我们将反射层呢 后面这一块 我们调整为一个菲尼尔的反射 然后点击OK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预览一下 这样呢就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菲尼尔的 菲尼尔的这种反射的纹理 好的 材质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两个 其他的 其他的材质呢 请同学们参考配套用书来 来仔细的调整 接着呢我们来讲解一下最后的一个测试 渲染的一个参数 渲染出土呢我们首先 打开这个环境面板 将环境打开 我们把整个的这一块全橘色呢 我们色为天空 好 这是天空也就是默认的这种 啊 啊 sketch里面的太阳光 点击OK 好的 接着呢我们是设置一下 图形的采样器 也就是一个 准梦的卡罗的采样器 接着是勾选 抗击值批击率 好的 然后呢我们 我们将后面的发光贴图调整一下 改为 -3和0 好的 这个细分值呢我们调为1000 好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正式渲染出土了 好 调整到这个角度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R渲染 就可以开始渲染了 好的 那本章实例呢就为大家 啊 讲解在这 讲解到这里 接着呢我们要对齐进行后期的 啊 处理 好的 当我们完成了渲染出土以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这种 啊 比较好的这种 啊 JPG的格式 这里呢我们就要对齐进行后期的处理了 啊 简单的过程呢我们就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具体呢请同学们参考一下配套用数 啊 首先呢我们这里啊可以为其添加一个 啊 分割的这种 啊 构图框 好 然后呢我们为其添加一些远景 以及天空 大致的 啊 大致的确定一下图图面的风格 接着呢我们可以为其添加一下远景的建筑 以及一些啊 树木 和前景的树头 阴影 好的 最后呢我们就对齐亮度进行调整 然后呢我们同样加入一个合并涂存 并且啊 模糊的一个滤镜 对齐进行一个楼光的 加强 好的 好 简单的后期呢我们就为同学们介绍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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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